活了30年我才知道原来带鱼多加这一步 瞬间成了一道无法抗拒的美食 外酥里嫩 关键吃起来一点都不腥 首先油炸带鱼要选8两以上高品质的带鱼 去零后切成小段 再将带鱼两面改上花刀 放盐 胡椒粉 料酒腌制10分钟入味 空碗中放包酥肉粉 千万别放鸡蛋 加水搅成酸奶状 加勺油可以更加的明亮 再将带鱼两面挂糊 待筷子冒泡的时候下油锅炸 全程开中小火 炸至金黄酥脆后捞出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带鱼 咸香味 放凉了都不回碗 你也试试看吧